好,我來到九百新聞,我劉俊耀壽,要要李大宗李所長在我們現場,李大宗你好 主持人好 是,來,剛剛講的這個就是商跟戰的美國在南海局勢上面的一個競爭 包括亞投行他可能未來他具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力 那很多國家在裡面他當然都是強頭草 在國際事務上面也沒有你笑我我笑你的問題 反正大家呢,鼓笑鼻鼻鼻,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都想在左右逢源,在美中的競爭裡面能夠獲得多少就獲得多少 可是你講這個夢魘,這個夢魘會是什麼? 這些國家哪一天會有什麼夢魘出現? 就是假設我自己的看法是假設美中之間的競爭越來越白樂化 但我不是這樣,我目前沒有那麼悲觀 那有可能這些國家哪一天命運到選邊站的餘地 但是其實非常難,因為總要講 在經貿利益裡面,連國家都是你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 而且跟中國大陸又是很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國 所以我們說冷戰時期,比如說西方國家對蘇聯那一套 比如說我要對唯獨你,基本上在現在21世紀圈圈畫的今天很難能夠打折 但是就看美中之間外來要怎麼走 那我也是很相信的事情就是,因為很多人很悲觀了 就是說根據一些理論的探索,根據我們國際關係相關理論的一些預判 認為說兩個國家終究會難免一個比較大的衝突 在老二往上爬的過程當中要取代第一強國的位置 可能會有些悲劇,戰爭衝突,衝突啦,不能講戰爭 這個衝突你覺得會是在傷還是戰? 我認為以我來看我並沒有那麼悲觀 但是我是比較擔心是在部分議題上的擦槍走火 比如說像南海,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那假設大家都是理性的判斷者 那我其實不小心擦槍走火 我應該可以hold住全局 讓局勢不至於失控控管 那只是一行 這個一瞬之間的 那沒有後續的這種危機的升溫往上的衝突 我認為這種機率是大的 但是我也不能 我們也不能夠保證 沒有這麼比較悲觀的一些綠色狀況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也要取決於雙方領導者 你的決策跟判斷 那美國馬上就要總統大選了 那總統大選之後我想這個 新的領導人 因為習近平我們現在看得出來 他是屬於比較溫和 那種比較 就是他的步伐是很穩健的 那我不曉得 新的這個美國的領導人上來 會不會呢 改變這樣的一個局勢 也許他比較衝 或者也許他覺得說 我應該做點什麼事情 I'm do something 給你們看一下 那以後會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請這個 李大宗李所長 來幫我們做一些分析跟了解 尤其其實在美中 我們今天談的最主要是 在亞洲的這塊戰場 那以後呢 還有很多的地方 美中呢 他們在其他領域 其他的戰場上面呢 他們又是怎麼樣的交手 他們的策略又是怎麼樣呢 我想呢我們會 會持續請李大宗李所長 來跟大家做分析 今天時間關係 非常感謝李大宗李所長 到我們現場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